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来进一步的研究一下 刚刚我们的 我给各位的资料表 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里面 有时候呢 我们会这样做 我们有两三张资料表 一张是订单 我们刚一直在使用订单 我们有可能会使用到退货吧 对不对 那请问你 订单里面退货 我就不可以把它算到 那个订单里面去了 可以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 去了解 我哪些订单它是退货 退货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做计算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前提前提是 这两张资料表 请问我刚刚早上的时候 我会有没有把这个资料 叫进来 没有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叫 这个资料 好 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取得资料 因为你会取得 你会一次 把它全部都取进来 也可以分时取得资料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现在点选取得资料的Excel 然后接下来去下载里面的超市范例 开启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退货 退货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只做这个退货好了啦 因为我觉得一口气交太多也不好 所以点选再入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订单资料表 是不是有一个退货资料表 有看到吗 好 所以等一下我要告诉你 这个什么叫Colin1 什么叫Colin2 这是一定要去了解的 好 所以请问你我可不可以再取得资料 把那个第三个资料表再叫进来 可以吧 请问可不可以取得行政院什么人口统计的资料 叫进来 可以吧 都可以 只要你随时都可以使用这个取得资料 去取得其他的资料表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取得退货资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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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